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啊 我再摘一个果子看看是什么 这次好 叫非常幸运 非常幸运 这从哪说起呢 你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吗 我觉得是 幸运在哪里 就一路走过来 都有很多人的帮助 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而且 没有经历那么多的 特别特别的大的磨难吧 在我自己看来 一路比较顺利 说到幸运呢 我觉得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能不说 那就是高兮兮导演 她是你的第一个伯乐对吗 对 她是怎么发现的 当时我去考空证嘛 然后团里有很多的老师是考官 从领导到各个导演 然后其他的一些比较老的演员 大家都会是考官 然后那一天高岛本来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会 但是呢 可能中间取消了 取消了之后呢 团长就说 那你也来帮我们考一下那个考生嘛 然后他也在下面 然后我就去考学校当时就去考团 然后当时就念了 就是可能考试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对我的印象很好 他觉得这个女孩还不错 然后所以在那一年 就在那一个月 我既考到了空证 就是进到了我自己特别希望能去的一个单位 然后又接到了一个很好的剧本 就是历史的天空 对 所以他当时正在寻找里边的那个女演员 就是东方文英的那个角色 一直没有让他找到他 让他觉得特别合适的 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女孩应该可以试一下 应该是那个东方文英 所以说你毕业没多久就接了一部大戏 历史的天空 现在是当时自己不觉得 所以很幸运 而且演女一号 因为这个形象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 对 然后 然后